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前一次教到這邊 我一個矩陣 在這邊我有四個sus space 有rho space north space colon space 跟latnorth space 然後這個rho space 跟north space 互為所謂的osogonal complement 它們兩個都是rto the n的sus spaces 然後兩個互為osogonal complement 就是兩個是osogonal 一個代表曲是r 一個代表曲是n-r 然後這個colon space rho space 互為osogonal complement 它們兩個都是rto the n的sus spaces 然後它們是互為osogonal complement 所以它們兩個是osogonal 然後一個代表曲是r 一個代表曲是n-r 所以說在rto the n裡面 任何一個項量叫x的話 它可以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在rho space裡面 我們叫做xr 另外一個是在north space裡面 我們叫做xn 然後這兩個component是osogonal 因為這兩個space是osogonal 所以xr跟xn的內積是0 那我經過一個乘上a這樣子的轉換 這是基本上是一個transformation 後面有看到是所謂的線性轉換 lineartransformation 我經過乘上a這個轉換以後 得到答案如果叫做b的話 因為a是n-by-n的矩正 所以得到這個b會在rto的n這個裡面 這個vector space裡面 然後並且這個b基本上是在column space裡面 因為a乘上x結果是a的column 在做線性組合 所以答案會在b會在column space裡面 然後這兩部分分別對應過來是怎麼樣 在rho space裡面 經過a以後 它答案會在column space裡面 然後在north space裡面那一部分 經過a以後 因為它是north space 所以得到0向量 所以xr跟xn xr經過a以後會得到column space裡面 然後north space的component 經過a乘上a以後會在0向量 所以我可以看到 這個四個sus space有這樣的關係 學到最後的時候我會跟你講說 所以你現在每一個在rho space裡面的向量 經過a這個運算後得到一個column space的向量 對應這樣子一個向量 後面會看到從這邊對應回去 我們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pseudo-inverse 到時候會看到是把這個從column space對應回來 這個rho space這個東西 至少我們現在先知道這個 然後這邊有跟你講說 在rho space裡面的向量 經過a以後會得到column space的一個向量 下面一個性質就跟你說 在column space裡面一個向量 每一個向量都會有一個rho space的這樣子對應過來 並且是為1的 就是任何b向量在column space裡的向量 會comes from one and only one vector in the row space ok 在b的這個任何裡面一個向量 基本上是從這邊一個來的 那怎麼來呢 就是乘上a這樣子對應過來 並且這個對應關係是1對1 這邊任何一個都這邊有一個 並且唯一只有一個 這樣子對應過來 所以這個性質就在說這個 在b裡面在column space的任何一個向量 都是從rho space裡面一個向量對應過來 那有一個這個基本上很簡單 因為column space裡面任何一個向量都是ax 對不對 那ax x可以拆成兩部分 唯一拆成兩部分 一部分rho space 一部分rho space 在not space 所以任何一個b都有一個xr對應過來 這個有 這是很簡單的事 因為你b本來就應該 在column space裡面就等於ax 你再把x拆成兩部分 所以一定ok 所以一定有 所以我基本上這個東西 我只要正唯一就好了 一定有我只要正唯一 所以任何在column space裡面 都會有一個向量從rho space 從那邊乘上a過來的 那我現在只要正唯一就好了 所以唯一的正法 前面講過很多次唯一 唯一我只要正有兩個 兩個一樣就好 好我們現在一個b是在column space裡面 在column space裡面 然後呢它等於這個axr也等於x'有兩個 然後這r跟r'都在rho space裡面 然後b從這兩個經過a乘A過來 然後這兩個都在rho space裡面 那我下面只是要證明這兩個一樣 我就結束了 ok 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我先 下面只要證明這兩個 這個一定有 剛剛跟你講過一定有 那我現在要證明唯一 好 那我這兩個相等 這個axr等於axr' 這邊講的axr等於axr' 所以我把它移過來 然後把a提出來 好所以我把它移過來以後 就是把a提出來xr解xr'等於0向量 然後再來說什麼意思 a乘上這個向量等於0向量 也表示說這個向量在哪裡 可以在rho space裡面 所以xr-xr'在a的rho space裡面 好 那我前面假設什麼 我前面假設說 這個xr跟axr'都在rho space裡面 ok 這兩個個別兩個都在rho space裡面 所以它的線型組合一定還在rho space裡面 所以我可以得到 這個一定在rho space裡面 原來兩個個別在rho space裡面 相減還是在rho space裡面 好所以我現在得到什麼結果 說它相減在rho space裡面 相減也在rho space裡面 相減也在rho space裡面 然後呢 這邊跟你講的 rho space跟rho space rho space跟rho space 是ociro complement 這兩個是ociro 所以你同時在兩個ociro space裡面 它在它裡面 它也在它裡面 唯一的可能就是 它兩個是 它兩個是0向量 對不對 因為它兩個內積要等於0 一個同一個向量內積等於 它自己長度平方等於0 就是它長度等於0 等於0的向量就0向量 所以同時在rho space裡面 那這個向量就0向量 這個向量就0向量 向量就0向量就一直說 兩個相等 那這一個相等 好就證明就完了 所以這個證明就是 我要證 證有並且唯一 有很簡單 因為任何一個 在column space下 都是a乘上某個x等於b的 那你都要x分成兩部分 把它那部分 rho space那部分抓出來 就會有 所以一定有 那我只要證唯一好了 所以唯一你就假設有兩個 兩個都在rho space裡面 然後把它整理一下 證明兩個相減是在rho space裡面 然後兩個個別在rho space 就相減當然還在rho space 又在rho space 又在rho space 又在column space裡面 所以它一定是0向量 所以就證完了 ok 好 所以 這個樣子 比方說舉個例子 1326 那我現在隨便給你一個舉證 比方說 隨便給你一個向量 43 好 那這邊跟你說 這兩個是osalto complement 這兩個是osalto complement r2的n 所以任何在r2n的向量 可以拆整兩部分 一部分在rho space 以及不在noss space 變成是唯一 你如果這樣拆的話 這個拆法是唯一 好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拆整兩部分 這個n跟n都是r 所以這個是r square的向量 我要把它拆整兩部分 一部分在rho space裡面 一部分在noss space裡面 那這個拆法是唯一 那怎麼拆 一個是24 一個是2-1 這個是在 這個是xr 在rho space裡面 這個在noss space裡面 對不對 你確定一下這個在rho space裡面 這個rho space的 這個rack是1嘛 因為這是它的3倍 對不對 所以rack是1 所以它比方說 它一個basis就是1 2這個向量 那24是1 2的2倍 所以這個在rho space裡面 對不對 那這個在noss space 你把代音去符合 這個homogeneous linear equation 就好了 2-1 所以是2乘2嘛 6-60嘛 沒錯 所以這個在rho space裡面 這個在noss space裡面 有沒有問題 那你說你怎麼 我說這個拆法 唯一就是說 我要拆一個在rho space 一個在noss space裡面 這樣這個是唯一的方法 前面有跟你講過 那這個可以怎麼找 照我們前面的證明講的 說你去找一個rho space的basis 比方說1 2這個case 再去找一個noss space的basis 找出來 那因為這兩個dimension都是1 所以兩個拼起來以後 就是rsquare的basis 然後把這個任何一個向量 對那個basis展開 那我就得到這兩個了 前面那部分就在rho space裡面 後面那部分在noss space裡面 ok 照我們前面的證明 這個要這樣做嘛 有沒有問題 你找一個rho spacebasis找出來 找一個noss spacebasis找出來 兩個dimension都是1 所以各有一個向量 所以你把兩個向量放在一起 就有兩個向量 剛好就是r平方的 那個vector space的basis 然後你對任何向量 對這些basis做展開 是唯一的展開 然後你把前面那部分叫做rho space 前面那部分那個向量 就會在rho space裡面 後面那部分向量 在noss space裡面 ok 有沒有問題 這是照我們前面那個證說 我一定可以猜成兩部分 那部分的證明 是那樣子做的 那後面還有 事實上還有簡單的 更方便一點的方法 因為這兩個rho space 事實上我沒有用到 這個rho spacebasis的條件 那後面你可以發現 我還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把它投影到 某一個sus space去 然後你投影到rho space去 就得到這個向量 你扣掉它以後 另外一部分就在noss space這邊 或者你把它投影到noss space去 就得到這個 然後你把它扣掉 就得到另外一部分 所以你可以用投影的方式 所以下面就跟你講說 怎麼算這個投影 我現在要投影 叫projection 我要projection 就是我要把一個向量 投影到某一個sus space去 然後我要看那個 投影的那個向量是什麼 然後隨便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好 比方說234 那我先問你說 好 好 好 我把B这个向量把它投影到 onto projection B onto the Z-axis 投影到Z轴 而且还有投影到这个 XY平面 XY plane 问你分别那两个投影的向量是什么 我假设几何上来看 就是这样子 XYZ 这个三个轴 然后我现在有个向量是 234 我向量234 那么算什么 我第一个我要算它投影到这个Z轴的 所以这个向量投影到Z轴 得到这个向量 那个投影的话 这边是直角 然后另外一个向量 我把它投影到 另外一部分 我把它投影到XY平面 OK 回两部分 那这个投影到Z轴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我叫做P1 这个向量叫P2 OK 那我先问你说P1跟P2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这样子 好 那这个例子很简单 这个例子我根本用眼睛看就好了 根本不必算 不必算 比方说P1是什么 我投影到Z轴 什么叫Z轴 Z轴就是XY都是0 XY坐标都是0 Z可以是任何的 时数 这叫Z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投影到Z轴是多少 XY一定要是0 然后Z是任何的死线 所以它投影到Z轴是这样子 004 那它投影到这个XY平面 XY平面什么叫XY平面 就是XY可以是任何的时数 Z等于0 叫做XY平面 所以Z等于0 就是这个Z等于0 然后这个XY 是2跟3 所以这个向量是230 这个向量是004 所以我可以投影到这两个 我如果问你说 投影到Z轴 可以投影到XY平面 什么东西 然后我看看假设 那些问题是 我现在如果一开始不是234 我一开始不是234 我换一个向量 比方说125好了 如果我现在是125 那现在答案变什么 投影到Z轴是什么 投影到Z轴是什么 投影到Z轴的向量 234投影到Z轴的向量是004 那125投影到Z轴的向量是什么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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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那这边呢 120 对不对 没问题吧 这个例子很简单 你一看就知道 好 那我现在假设要把这个投影呢 变成一个矩阵的乘法的运算 那我应该乘什么 比方说 我这个P1 我把这个投影 变成一个矩阵乘法 这个大写的P P1乘上B 我要把这个投影 这个计算 变成一个矩阵的乘法 如果要变成一个矩阵乘法 那 这个例子 这个矩阵P1是多少 然后我第一个例子 这个答案是004 对不对 所以这是234 那我要把这个动作 这个计算 变成一个矩阵乘法 所以我假设这是234 我要变成004 所以左边这个矩阵是多少 左边这个矩阵是多少 这个矩阵是多少 234我要得到004 其他case也要work 我不只是这个例子 我比方说125 我要得到005 比方说125这个case 125这个case 我要得到005 那同理嘛 这个P要多少 这个大写的P1 这个矩阵要多少 多少 你投影到Z轴 你是取把这个Z 这个第三个component取出来 把第三个component取出来 左边这个矩阵是多少 左边矩阵是多少 不知道啊 这不是你会矩阵计算 这个不就会了吗 多少 多少 我怎么把这个4取出来 把这两个都变成0 怎么把4取出来 对不对 没问题吧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投影 我是把这个投影到XY平面 比方说234 我要取出来230 对不对 XY平面 就是取XY两个component 把Z等于0嘛 对不对 然后这个矩阵是吧 OK 100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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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不对吧 好 OK 好 然后呢 这个例子 你会发现呢 对这个向量而言 对这个两个投影向量而言 你看看这个P1跟P2跟B 有什么关系 P2跟B有什么关系 P1是多少 P1是004 P2是230 那B是234 这三个中间有什么关系 这三个中间有什么关系 我说P1是004 P2是230 B是234 然后叫你写 它们三个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加起来等于它 对不对 没错吧 然后你看其他例子也是一样 比方说005 125的case 这是005 这120 所以它P1加P2等于B 对不对 那我先问你说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是这样子 为什么P1加P2等于B 我B是什么 P1是什么 P1是B投影到Z轴 P2是B投影到XY平面 对不对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两个投影过去以后 个别的向量相加就等于它 个别的向量相加就等于它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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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是这样子吗 比方说我一个投影到Z轴 一个投影到X轴 那两个加起来就不会是原来的 对不对 那现在我一个投影到Z轴 一个投影到XY平面 个别投影的向量加起来就会是原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吧 并不是Always 你随便投影加起来都会原来的 比方说我一个投影到Z轴 投影到Z轴答案是004 我投影到Y轴 投影到Y轴答案是030 004加030 不会等于234 对不对 它等于034 不等于234 那为什么这个例子 我投影到Z轴 跟投影到XY平面 这加起来就会是原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Z轴跟XY平面是什么 Z轴是一个sus phase 对不对 one dimensional subs phase XY平面是个two dimensional subs phase 没问题吧 那这两个sus phase有什么关系 它互为所谓的osagonal complement 对不对 因为你XY平面 所有跟XY平面 osagonal的向量在哪里 就在Z轴上 所有跟Z轴 osagonal的向量在哪里 就在XY平面上 所以这两个sus phase 互为osagonal complement 所以我个别投影以后 你把两个加起来 就会是原来的向量 好 然后呢 对这个 刚刚我说对这两个向量是这样子啊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它嘛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它 那你看看那两个matrix 那两个matrix叫projection matrix 就是我要描述这个projection这个动作 这个矩阵 那个两个矩阵 P1跟P2 中间有什么关系 这两个矩阵 这两个矩阵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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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矩阵加起来等于什么 把这两个矩阵加起来等于什么 等于单位矩阵 OK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嘛 因为这个等于P1乘上B 这个等于大P2乘上B 然后这个两个加起来要等于B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 这个东西去乘上B应该要等于B 对不对 所以最后这个结果 这两个加起来就等于adentimation 没问题吧 因为这个的关系嘛 所以我这边会这样子 OK好 这个只是一个我投影到 这个是很简单的例子 我根本不要算 我就知道那个投影 就是说我在算P1P2的时候 我一看就知道了 那下面呢 我就讲广义的 就广义的我这个投影 比方我投影到一个sars bay上 那我那个投影以后 那个projected vector要怎么算 还有我这个对应的 这个projected matrix要怎么算 所以后面基本上就在讲这个啦 所以投影部分就在讲这个 就我有一个向量 要投影到一个sars bay去 那我那个projected vector是什么 然后我对应的那个矩阵运算 如果把它看成一个矩阵的乘法 那个矩阵是什么 我说后面主要是讲这个 那这只是一个例子 后面也会有类似这种东西 那我先慢慢来 所以我们先投影到一条线就好 一条线是个 通过圆点的线是个 one dimension的sars face sars face 那我现在有一个向量 要投影到这样子 一个one dimension的sars face 我要算那个projected 那个projection 那个向量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有条线 叫做L 叫L 那基本上呢 这个线呢 是个one dimension的sars face 所以我对应有一个向量 在这个上面 比方说我这个是原点 这边是原点 所以我这个向量 在基本上这个方向 这个向量我叫做A 把它长一点 向量叫A 然后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向量 我叫做B 那我要算什么 我要算我这个向量 投影到project 到这条线上 那个向量 我要算project到这个线上以后 那个向量是什么 projected 这个向量 这个向量叫做P 那我现在要算P 是什么东西 好 这些问题就这样子 那这是one dimension sars face 这个汇了以后 我再把它推广到 不是one dimension的sars face 好 那我要算这个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 用英文写一次 是什么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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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文献的問題是 We want to find the projection of B onto the line in the direction of A 我現在有一個向量是 B1到 Bm 這是個R2的m里面的向量 這個Writer Space R2的m 然後我現在另外有一個向量叫做A A1到AM A這個向量我可以span出來 一個one-dimensional subspace 就是一個要直線 我要現在把這個向量 投影到這個向量上面去 我要算這個投影向量 P是什麼 好 那這個怎麼算 怎麼算 那這個投影 那個投影是什麼意思 投影下去就說什麼 就是說這邊是直角 基本上就這個是直角 這個是直角 那換句話講就說什麼 就是說這條線或這個向量 跟這個向量是垂直的 是Othoginal的 OK 好 好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算 你們以前有些高中 我看有些高中教會書 這都是用背的 拜託 這種東西都不要用背的 這個全部都推出來了 忘掉以前那種東西 我現在不是要在兩分鐘內解20題 或者什麼東西 我要學東西 我看以前很多的高中 解一幾個 那些背什麼 那不背公式就寫不出來 這都是浪費腦袋的事情 拜託 這怎麼想就好了 要不要去印記那些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來的東西 你看這怎麼算嘛 基本上我怎麼算啊 就是說我possession就是這邊的直角嘛 所以這個向量跟這個向量會垂直 所以垂直在我們這邊講是什麼 就是內積等於0 OK 好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內積等於0 好 所以我現在把它formular一下 好 比方說這個向量叫p 然後這個projection這個向量 一定在這個x所span出來的 1-dimensional space上 所以我就等於某一個 這個是個時數乘上a 對不對 所以我在aspan出來的1-dimensional 的向量都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projection這個向量叫p 然後呢 我的條件是什麼 我的條件是說 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 跟這個向量垂直 所以這個向量是多少 這個向量是p 所以這個向量多少 是b-p 所以我就讓這個1 這個向量叫1 1等於什麼 1等於b-p OK 然後呢 條件是什麼 條件是 這個1這個向量 我現在要跟a向量 osogonal 對不對 這是我的條件 所以我就把它帶進來 這個向量呢 跟 你把這個p帶進來 這個向量跟1 跟a這個向量要osogonal 好 有問題吧 那個project向量叫p p是a的x倍 然後呢 p跟b的這個向量叫做1 兩個相減以後叫1 然後1這個向量呢 跟這個a這個向量要osogonal 就這樣 然後我就把x 把這個x hat算出來 算出來我帶進來就可以把b解出來 就這樣 然後就直接解出來了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觀點很簡單 只是 我怎麼做 我只是讓 我後面把這個1叫做aerror vector 這個aerror vector跟原來這個 這個sus phase上這個向量 這個basic向量是osogonal 這樣就夠了 我就算出來了 OK 好 所以我就把它帶進來算 OK對不對 我把formula就這樣子 它兩個做內積 我寫成這個 你用dart寫也可以 或者我寫成矩陣的樣子 就是a的transport乘1 就是它跟它做inner product 那你把1帶進來 1等於b減掉x hat a 然後這個要等於0 內積等於0對不對 這是 這是 原來是m by 1的向量 這是1 by n m by 1 隨便1 by 1 所以這個是時數0 就等到這個 然後在這邊呢 這些都是已知 a已知 b已知 所以只有這個位置 我就把這個算出來就好 這只是個數 對不對 如果a跟b都給你了 所以下面只是把這個x hat解出來 這個唸法叫這個戴個帽子 這叫x hat h-a-t 戴個帽子 我把這個x hat解出來就好 這個inner product是有交換 滿足分配率 或者說是矩陣乘法滿足分配率 然後這個是個時數 你可以把它提出來 x hat 沒問題吧 x hat是個時數 所以你把它提到外面來是一樣 所以這個等於0 這個是個時數 因為這兩個內積是個時數 這個是個時數 這個是個時數 然後這個是個時數 我就把x hat解出來 所以x hat解出來 x hat解出來 x hat解出來 把它帶回去 就把p算出來了 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是個時數 這個分子分母都是時數 然後這是個向量 所以得到這個 好 然後這個結果呢 我看這個結果 比方說舉個特別例子 我看看這個結果 我稍微用幾個特例 稍微check一下 對不對 比方說 如果b是a 我只用幾個極端的例子 我看看這個答案會變什麼 然後比方說b是a b是a 那b是a我把它帶進來算 這個會得到什麼 如果b是a的話 你把它帶進來 這個是b是a 所以這a transfera 下面也是a transfera 所以兩個就消掉了 如果b是a的時候 我把最後算出來公式 把它帶進去算一算 發現x是1 x hat是1 對不對 x hat1你把它帶進來 這個p是什麼 p是x hata嘛 這個1帶進來p就是a 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再去看一看原來問題 這個對不對 比方說b是a的時候 b是a的時候b就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他投影到上 當然還是他自己 所以如果b是a的話 投影出來的東西就是a 沒問題吧 然後我再check一個case 比方說b跟a有三個 如果b跟a有三個 那這個算出來是什麼 你再回來看 x hat是這個對不對 b跟a有三個 也就是說a跟b的inner product是0 所以這個分子就0了 分子就0了 所以知道這是0 x hat是0 所以把它帶進去 x hat是0 帶進去p是什麼 p是0降量 這是我把計算結果 帶直進去 然後再看看原來問題 這個對不對 原來問題在這兒 如果b跟a有三個 就是說b是這樣子的 b是這個方向的 那a在這兒 然後這個跟他有三個 然後投影下來多少 就0降量 所以答案是對的 所以至少在這兩個case 答案是對的 我只是用兩個極端case 或者說比較特別的例子 看看這個答案是什麼 很多時候 比方說你算 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或者說你看到別人 算了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你怎麼辦 你看到第一眼怎麼辦 比方說你還在演講 寫了一個很複雜的數學式子 你怎麼辦 你也看不懂 因為一大堆式子 你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怎麼辦啊 通常我們看到這種事情 都怎麼辦 你就拿一些特別的例子 比如說某些東西帶0啊 什麼的 比如說好多個變數 你就把某幾個變數帶0 某幾個變數帶的很簡單 你把它帶進去看變得怎麼樣 然後那種case 通常那種簡單case 你都會直覺可以想到答案是什麼 然後就是看看那個直覺想的 跟你帶進去的 一不一樣 如果不一樣 三號它那個式子就無問題 你懂我意思吧 很多我們看這種東西都是這樣看 你先用特例去看它 那或者說你 你算一個東西 算了一個很複雜的式子算出來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對不對 你搞不好中間算錯了 就拿幾個特別例子帶進去 看看那個答案會變什麼 然後再跟你那個 因為特別例子通常很簡單 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你再對應一下看是不是對 我是跟你說 我們很多時候 check的東西都是這樣check 那不見得那個東西就會對 但至少你特例的情況下不對 那個大的東西就不對了 OK 所以我只是用簡單兩個case 看看跟我原來問題對不對 好 然後我帶進來以後 到這個 好 那這個把p算出來了 那我前面跟你講說 我們前面這個例子 還要算什麼 還要算這個projection matrix 還要算這個p是什麼 就是我那個大p是什麼 那如果把大p算出來 projection matrix算出來 那以後這個同樣這個問題 我就不同的b 我就把這個大p乘上去就好了 那我其他的b的case 我這個就很簡單算 我直接用p乘就好了 所以我就稍微算一下 我這個projection matrix 應該是什麼 好 好 這怎麼算啊 我先看看我這個p這個向量是什麼 就是它p答案是什麼 p在這兒了對不對 p在這兒 x hat乘A 然後這個是個時數 這是個向量 OK 那這個時數這個向量 我把這個時數寫在前面 大概是一樣的 沒錯吧 因為這個是個時數 所以呢我把p稍微改寫一下 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就A在前面x hat x hat在後面 這個時數你寫在前面後面 不影響它 然後再把它帶進來 然後x hat我剛才算過 剛剛x hat我剛才算過 大概這個 對 好 最下面是A跟A的內積 這是A的長度平方 這是個時數 那上面呢你把它看成矩陣乘法 這個是個時數 那這個上面你看成矩陣乘法 決定乘法滿足結合率 所以我可以先刮這兩個在這個 所以我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OK 所以呢我這個我把它改寫成這樣 我只把它改寫一下而已 沒錯 所以得到這個 投影下來這個向量等於這個東西乘上b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 你看看這個什麼 這個下面是A transfer a 這是個時數 這是他們兩個內積嘛 這是個時數 上面呢 上面這個A是m by 1的向量 那A transfer是1 by m的向量 所以這個最後答案是什麼 這是個m by m的向量 這個是m by m的正方形的向量 這是什麼 這是個我們前面那個作業告訴你 這是個rank 1的 matrix 我上課沒講的那個作業裡有 第二個作業 這是個rank 1 matrix 這是個rank 1的一個矩陣 所以這是個矩陣 所以我就把這個整個東西叫做P 大寫的P 大寫的P capital P 乘上B這個向量 所以P這個向量呢 就是所謂的projection matrix 下面的四個時數 這個是個矩陣 所以這個是一個projection matrix 這個是 我們叫做這個projection matrix 然後這個大小 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大小是m by m的向量 這是個m by m的矩陣 這是projection matrix 然後這個大小 所以我這個動作呢 如果你把這個投影到A這條線上 A这个方向这条线上的这个动作 看成一个矩阵乘法的话 那个对应那个矩阵就是所谓的projection matrix 就是这个P 所以你投影下来基本上只是乘P这个矩阵 从左边乘上去而已 那P这个矩阵是这样子 OK 那另外呢 我那个E那个向量 就刚刚那个error 我刚刚算的过程里 我有一个E这个error E嘛 E是什么 E是 E这个是E嘛 所以E是什么 是B扣掉 B减掉P就是E嘛 所以我刚刚算过程里面 那个E这个向量呢 是什么 E的向量是B减掉P OK 然后呢 我把这个P这个向量 如果用大P这个projection matrix 乘上B这样带起来 那剩下来就什么 剩下来你把这个B提出来 所以左边就剩下一个identity matrix OK 所以另外error那部分呢 如果你也看成一个矩阵的乘法 那个矩阵是什么 那个对应矩阵是 identity减掉那个Pershatch matrix OK 好 到这里我没有问题 这边的东西 我再跟你强调 我们现在很多道理都很简单 都不要用记的 我要把以前 你在念小学中学 为了应付考试的不好的习惯带来 比方说我以前 我去看那个高中课本 它有一个在算那个 一点到一个平面的距离 OK 然后我看那个参考书 它完全没讲那个公式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上课 老师又没说那个公式怎么来的 然后后面一大堆题目 全部在带那个公式 你不会那个公式 根本不会做 然后这样题目有什么意义啊 是不是 它根本不讲那个公式怎么来的 你就一直在那边带那个东西 所有题目都换来换去 浪费时间 老实讲 后面现在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你就想一想 你就知道它怎么来的 大部分都有很简单的 你就想出来 就知道是怎么来的 不要去印记它 因为这些东西你都可以 很简单的了解 那个道理是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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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